我们今生还能得闻伟大的佛法 除了感恩佛菩萨们的慈悲传授 普度众生 今世能学到成所作至 平等性至 妙观察至 大圆净至 究竟实相 称佛之圆满之教义的 大般若至的佛法 是何等幸运也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让我们认识佛门究竟实相的 圆满上乘之智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万教归一 不管你修金刚 修道之心 法华成佛之心 开悟众生的冷言教法 均是让我们找回 本性佛性的根基教法 师父还说 末法时期 能闻佛修心 也是我们 不知多少年 修来的福德 今生千万不能丢失佛性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 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各位同修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次放生的感动 一次是卢台长生日那天 我放生后 看到鱼排成了一树猎游走 其中 有条梅跟着队伍 我开玩笑 让它进入队伍 它好像听懂我说的 乖乖地进入那队伍的最后一个 一起游走了 然后是今天和老公去放生 于放下后 有的扶起来冒泡泡 有的在我们边上游来游去 不肯走 更神奇的是 我看有两条 在向我这个方向游过来 就开玩笑对它们说 让它们到我这儿来 我摸摸它们再走 没想到它们真的游过来让我摸了 我让老公也摸了 觉得那一刻 我的心都融化了 这些小动物都是多么有灵性啊 法喜充满 希望自己越来越精进 也祝大家越来越精进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佛陀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正在我们为买不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 焦头烂额时 菩萨保佑孩子 顺利买到了回去过春节的票 而我几个月不来越是 也在昨天正常了 心中无尽的感恩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学心灵法门半年多来的体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 感恩秘书处的诸位师兄 我以前是一个气量很小的人 一直觉得自己的命很苦 又有一身的毛病 夜晚经常胸闷痛得睡不着觉 自从学了心灵法门 念经 许愿 放生 烧小房子 使我懂得了不是自己命苦的原因 而是身上的孽障重 然后我修了半年多 发现自己的气量也变大了 以前胸闷痛几十年的毛病也好了 单位同事也说 我像变了一个人 不像以前那么斤斤计较了 在此我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认识的一个佛友 他36岁 我劝他做点功德吧 他告诉我 他自己可以动用的钱 有2000多块 我建议他买大悲咒 24小时播放机度人 结果不长时间 他真的买了1000台 网出免费节缘度人 然后他告诉我 他梦见好多新鲜水果 感菩萨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金横仪 是中国近代的 著名的教育家 在1920年 金横仪在浙江的上渝 创办了春辉中学 并担任了校长 有一天 一个同学满脸愁容地 跑到金横仪的面前 诉说着自己的苦恼 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在用功读书了 可是成绩却好不起来 金横仪笑了笑 问 那么你到底是怎么尽力的呢 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学校的 而且我每一节课 我都听得非常认真 做笔记 非常的仔细 每天放学后 我都会立刻做作业 金横仪点点头又问 我考你一道题 有一只野狗 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 腿部受伤的兔子 野狗连忙去追这只兔子 可是兔子却被它跑掉了 你知道这只受伤的兔子 为什么会跑掉吗 那个同学想了想说 一定是这只兔子离什么洞特别近 金横仪一听就笑了 哈哈 你这个同学 你知道吗 你这种解释法 可能有一些道理 但真正的原因在于 野狗只是尽力去追 兔子是尽全力在逃 因为野狗如果追不到兔子 最多是挨一顿恶 但是兔子 它如果被野狗追上了 他的命就没有了 所以不是你不用功 而是你没有尽全力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能闻法缘起 在缘中起 缘中灭 知本性空 能理解生灭变化的 无常世界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人生修行的大智慧 也是佛法借奖的 缘起 幸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